我愛你做的顏色 因為你已經煮了蜂蜜 煮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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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行嗎 來 向來以標罵為名的地獄廚神高登 一口將食物放進口中 表情盡是享受 就連一旁評審同樣大口享用 而這道具有台式風味的 蜜汁烤鰻魚米粉 正是出自她的喬手 Lia 完蛋 你肯定可以煮台灣人 而且是好吃的 和蜜蜜的方法 讓蜜蜜亮 謝謝 父母都來自台灣 今年只有10歲的台灣女孩Lia 一登場就靠台灣料理 擄獲評審味蕾 讓她的菜 順利在第一集 被選為最佳料理之一 蜜蜜蜜還在煮熬 Lia 你是主持人 蜜蜜是煮熬 蜜蜜是煮熬 成熟幹練的Lia 後來更成為小隊長 儘管狀況擺出 卻依然在最後帶領隊員 拿下勝利 比賽期間Lia常會將 台式結合西式料理 交出中西何必佳養 每道菜都讓評審贊不絕口 而這一切其實 全貴功於她的父母 今天我給你們有 鮜蜜蜜 跟糖、胡椒、 綠蜜蜜 跟辣辣辣 這個聯繫是 基本上就是 我的文化和家庭 因為我感覺 我們文化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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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第一次開始 很幸運 由於父母經營餐廳 Lia從小耳熟目展 培養出料理興趣 和精湛廚藝 更讓她一路過關斬將 進入第八季最後決賽 台穎女孩能否奪下 小小出神冠軍 也相當備受期待 在零行為 這首報導